就是一个心平气和 出现机会你也要心平气和 然后动作小 你不要太使太打劲 往前这种技术 其实更多的还是用这种手指 手指去拨动啊或者什么 要用一些巧力 不能就是老是想用着蛮力去打 我们看到这是双方失误率的一个统计 在后场这种下压的双方都还是失误不多 但是在马来西亚队的中半场的 他们的抽档 失误会多一些 中场技术 我们应该是出档啊 或者这个防守啊 后场的进攻 双方得分率是差不多 各得两分 马来西亚看来是这个中场的 他们的抽押呢 也有一些失误 但是得分也不少 中前场的技术 中场的技术统计呢 就是因为他每一拍球都是不是绝对的 一般来说啊 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绝对的防守 或者绝对的进攻 有些球 特别是防守的时候 有些 是这个 手中有攻 就是这种 这种球 所以有的时候是很难去界定 这一拍究竟是 究竟是对方进攻得分 还是你 这个 是前一拍造成的 防守失误 就是还算一个前一拍造成的 对 所以必须去判断 这个技术的主动被动情况 这次技术统计呢 我们也是北体大的两位学生 他们虽然不是国家队选手 但也是二级运动员 对这种基本的认识 还是会比较准确的 对 柯利的这个出球 显得有些勉强 给同伴 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穿上发后场 我但是自己没有守住 对方 这是乔哈里 所以这个球 还是有充分准备 杀得很重 因为在双打中 很多的时候会运用这种 通过发高球 来破坏这种 对方的 击球的 就是揭发球的这个 时间或者这个站位 时间或者这个站位 有点 在印尼的领先两分 这排过渡的不错 让自己的同伴有机会再站回来 对 但是刚刚 但是好像是扑球失误 往前的一个扣杀失误 两人抢到了一块 就是推前后场两个人之间的结合步 对 这个就是属于两个人的这个分工 不是特别明确 对 加油 波利还是利用一个对角线来调动对方 但是对球出边线 因为老师